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宁陵县就突然来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大风 而且在风里还夹杂着冰雹 那么当地村民说那可真是惊心动魄 村庄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变得面目全非 那么到底这风有多大 真的像村民形容的那么可怕吗 2009年6月3日晚上8点钟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在麦田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开始享受着这安详的时光 黄港乡的村民朱胜昭 在家门口和邻里闲话家常 而距离黄港乡不到30公里的 城关回族镇南关村 养殖大王姚怀林这会儿正准备吃晚饭 同村的果农 乘过节乘过有两兄弟 在照料自己的苹果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奇怪的风打破了原有的宁静 没有预料 当时的风来得太穿了 一开始这个天黑暗的 不大会儿这个风压得穿了这个西北风 一阵强劲的西北风朝人劈头盖面而来 变故就在这一刹那发生 朱胜昭在门口跟邻居谈笑之时 一条乌云带朝他头顶的天空扑来 朱胜昭扭瞳一看 发现他三叔家旁边有一棵大树 被狂风吹断了 朱胜昭眼睁睁地看着树枝 砸穿房里砸塌了四间房的最尖上 你看他的阴影 房子已经塌过来 这时朱胜昭想起 自己的三叔因为身体不舒服 吃过晚饭后就躺上床休息了 而此时被砸塌的那间房 正是三叔的水分 老人有没有及时跑出来呢 他的生命是否有危险 把三叔影在里面卖出来 把这时候都不行了 朱胜昭的三叔名叫朱允芳 今年六十一岁 十分钟前 老人也许还沉浸得睡梦中 没想到短短两分钟 这场大风就夺去了老人的生命 朱胜昭在这一天失去了自己的至亲 而距离黄港江湖到三十公里的 城关回族镇南关村 此时也正遭受了相同的减难 村民姚怀林正在愿吃晚饭 断那个饭菜 从屋里边再出来第二趟 坐着 啥不给刮 刮肥完了 风就那么大 一气就那么大 就那么懵 起风了 姚怀林排头看天 发现死时的天 黑得像墨汁一样 感觉大事不妙 姚怀林赶紧招呼同伴 扔下网筷朝屋里跑去 挖乱肥 刚刚东西挂乱肥 那肯定那个挖皮可以剃刀子一样 只要挂着脚 只要给人一旁边 你就没生还那个机 姚怀林这是他的响起 他的好友陈国杰 陈国勇兄弟俩 此刻应该还在果园里 陈国杰陈国勇也感觉到了危险 拔腿就往家里赶 然而就连屋里的门窗 也顶不住大风的冲击 可是从门窗里往外一瞧 屋外的情景 就要兄弟俩心静地感觉 二十分钟以后 一位风力会减小的村民们 透过窗户一看 才发现风不仅没小 竟然还吓起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两个小时后 一切终于归于瓶颈 据村民介绍 这次的大风冰堡灾害 最大风速每秒接近29米 风力达11级 是商丘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强的一次自然灾害 大风持续两个小时之久 也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安详的山村突起电骨 村民经历一场惊心动作 没有预料 老师的风来得太穿了 大风冰雹 席卷之处一片狼藉 放大前面 几次的干坏桌子 灾害来临 你该怎么办 敬请关注 携手共渡与灾害面对面系里 遭遇大风冰堡 灾害发生后 我们立即驱车赶往河南的宁岭 一路上只见马路两旁的大树 在风的作用下 全都向东南方向倾向 可以想象 那天晚上的西北风是多么的强烈 在南关村 我们随处都能看到 被连根拔起和拦腰折转的树 还有倒塌的房屋 你看 这棵粗到一人都抱不住的参天大树 竟然被连根拔起了 那个平方树 给的那个马路来 你就看得跟那个树一断 车上过一过 车上过一过 住屋里边当时 已经那个黄蜂过 有半身鱼的时候 稍微能看见 能看得到那个瓦 像风筹一样 像一个人一个都给挂破了 我说我里挂破 这也都挂完了 这也没得挂破了 树 就跟那咔嚓 断过 咔嚓断过 这这三天旅游 那些风挂了西北风 我还有胡椒 我这下来的时候赶紧领的 我领的水里来 赶紧出来来吃大 来屋里跑 所以水里来都吸入我的腰 吸入我的腰 将军们都想不明白 到底哪来的这么大的大风金堡 为此 我们采访了从事农业气象研究 40多年的郑大伟教授 地面要晒得比较热 空中有冷空气过来 这样它能产生比较强烈的对流 它没有经过多次反复 它就是下雨 要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反复多次 才能凝聚成比较大的兵力 村民说 就在6月23号 也就是灾害发生的那两天 当地的气候非常闷热 才6月初 气温就已经高达33度 连家处都显得狂躁 那么大风冰雹灾害来云之前 有没有什么征兆 可以让我们提前防范呢 很多老农有经验 当你听到冰雹的这种云 它的雷声比较低沉 沉闷 不像我们夏天经常 咔嚓 很响 很吓人的那个 那种云啊 你放心 不会下冰雹 但是可能雷点比较强烈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冰雹的 这个云的底部啊 它有点发黄发红 这一点也和一般的雷云不同 一开始地面可能刮点偏南风 然后随着这个雷云或者冰雹云靠近的时候呢 它会突然转向这个西北风 中教授说冰雹在一个地区有相对固定的路线 在北方冰雹一般都是由西向东走 在南方还会由东向西走 冰雹因为它是固体 有一定的重量 这个砸到地面上呢 就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冲击力 这个重力呢 根据牛顿的这个定律 自由 有个自由落体加速度 冰雹往下砸呢 这就看到个体大小了 如果个体大的冰雹 这空气对它的阻挡就微不足道 越接近地面 这个砸的速度越快 那个像鸡蛋大的冰雹 无论是人畜 都很可能致命的 那么小的冰雹 冰雹个体越小 空气对它的阻力就越大 那么它下降的过程当中 它的速度加快 就会慢一些 加上它本身重量就轻 这个杀伤力就小得过 6月3日起 强东宝突袭我国数个城 河南 安徽 山西 山东 江苏 湖北 现在强对流天气仍在持续 那么这种强对流天气 经常发生在什么季节和地区呢 春季 夏季 秋季 这三个季节 比如说在我们江南那一带 那一带它是四五月份 春季冰雹最厉害 而且主要是夜间发生 在我们华北 东北 南部 西北 东部这些地区呢 主要是初夏发生 这个非常空旷 一片狼藉的地方 就是杨花林的养牛场 这个裸露的水泥门 以前是养牛场的大门 上面是木头和铁皮 现在竟然什么都不剩 您能想象到 这堆铁架子原来其实是牛棚 像这样的牛棚 姚花林一共五六个 每个牛棚里头有五十桶 而在那天晚上 被大风吹垮的牛棚就有两个 大概有两三百钟时间 我们听见后面响一声 我已经盖床 我一看我牛棚 我们这个牛棚已经挂塌了 姚花林至极也忘不了 那天牛棚里的惨状 前夜已经全部停电了 停水了 啥也看不到了 一片雾黑啥也看不到了 我们这种手电能照了 想要好久 能想钱活来往外拉 一共四十二头 种上来拔头 就如期就再挂了 摇断了 摇一大段 又摇一段就挂了 姚花林怎么也无法想象 自己的牛棚 是由混凝土 钢管 三角铁和铁皮房顶所大 重量都超过五十吨 这么重的东西 竟然能被大风刮塌了 那么这个风到底有多大 能将整个铁皮制成的棚顶掀起呢 传大说 当我们感觉周围的树叶有微微摆动时 那就是一到二级的微风 而当风到三级以上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就能够感觉到了 八级大风 人行走就很困难 而八级也是人体能承受的界限 十级以上的风 就能够吹走树木房屋 危害地带 而这次将杨慧林将流程先吊的是十一级大风 商丘市民政局的李长生科长告诉我们 这场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 非常可怕 造成川市受载人口242万人 这个其中仅在死亡20人 受伤住院111人 经济专一万人的群众 5857人 刀塔居民住房 其潜令94件 灾害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 19.55一元 看着倒塌的房屋 被连根拔起碗口醋的大树 被摧毁的牛棚 还有受伤的牛群等等 这十一级的大风 再加上冰雹 真是让村民们感到经历的一场生死浩劫 那么朱允芳老人的家人回来了吗 当内陆地区的乡村百姓遭遇大风的时候 又应该掌握哪些应对的方法呢 这个跪在地上哭泣的男人 叫朱盛世 他的父亲就是被这次大风冰雹 夺取了生命的老人朱允芳 接到噩耗 远在新疆打工的朱盛世夫妻俩 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到家时 老人的遗体在江政府的帮助下 已经下葬 我哥他们几个把我爸拔不来以后 就是说给我打电话 在路上就已经走了两天两夜 回到家以后 在里边已经把这个 就是搞病了 把我父亲的生意 撑了 说到之后 林林县政府迅速做出反应 帮助朱盛世 脱善料里的老人后事 江里又给他买来三分水泥 改进防御 帮助他们 我们荆棘下国就来应激自己四百万元 用于这些专业群众的荆棘专一 和强救揽制等工作 整区在石油地址线 把所有石油房间的2125件 荒物全部休假不明 专家说 夏季是大风冰雹灾害的高发期 那么这种灾害性天气来临之前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河南省商丘市计算台的专家 跟随我们来到了 林林县的南关村 来看看乡亲们 在这场灾害中是怎么做的 那一般的都是往水里要跑 你来来跑啊 你给外面人干的 我来来跑啊 那时候他当时都忘了 写的都久 小木头真是都 都把这个指示都忘忘了 就能够 那么村民的 这次做法是否正确 冰雹来临时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专家现场为我们治了招 如果遇见这种天气 希望在这广大市民 要几次地赶快躲避 不要在这个大树地下 也不要在这个点线杆地下 在躲避的过程中 奔跑的线路要特别注意 往这个大风的向翻的方向 躲避冰雹 最重要的是保护头部 如果一时找不到躲避的地方 可以把一些较长的草 扎成一个伞状顶在头上 再全桌蹲下 就是蹲下身体 把身体蹲下来 蹲到一个比较低瓦的地方 蹲到什么程度呢 趴在地上行不行 哎呦 到处挨砸 为什么呢 因为趴着暴露面积太大 整个背部都漏了出来 所以这种姿势是不行的 趴着不行 我就蹲下来吧 哎 稍微好一些 稍微练脂倒是缩小了 但是你就不怕头部被砸吗 咱们希望层面 就赶快把这个外衣 穿着外衣脱下来 后来一个就是 呃 拽当着头 对了 设法寻找一切可用物件 护住头部是最重要的 能护住全身则更好 身边留可用物时 双手抱头蹲下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另外 如果我们在房屋里的话 又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群众赶快拋进屋内 把闷床关机 不要待在这个 应封这个厂屋 还是玻璃的下面 另外呢 把这个厂屋玻璃 用脚带 斩解释 放在这个玻璃刮碎 如果放屋不解释 应该待在这个 桌子底下 或者是窗帘下面 哎呀 会刮来这样一股大风 真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过 好在灾难已经过去了 在政府的帮助下 大部分村民呢 都已经及时的修补了房子 专家也说了 像这种强对流天气 在夏季发生的特别多 因此呢 咱们乡村百姓 一定要关注气象局的预警 学会判断灾害天气 来临前的征兆 及时的做好防护措施 好了 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周一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家中的一次意外 让两岁女孩 遭遇生死 被热 钢筋 撑住那个 故事 医生与消防 共同接力 救助这个 弱小的生命 现在这种情况 虚实都不能发生一次吧 我当这末十个年载 消防 还是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钢筋为何会伤害到海国 两岁右童 可能遭受哪些意外伤害